历史上臭名远扬的四个人物却被影视剧洗白,反而成了大好人。 随着影视行业的大力发展,不少影视作品开始挖掘历史上并不出名,却又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,甚至将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四个人都洗成了正面人物。 这四人都是谁呢? 下面,请大家跟着包包说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常言道,戏虽虚构,却并非无章,改编虽易于原,但亦非杂乱,近年来,不少热门电视剧为了追求更高的收视率。 吸引观众的目光,不惜对剧情进行了广泛的改动,在这些剧中,曾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被赋予了崭新的光辉形象,化身为高大正面的典范,有些原本形象很毒,作风强势的容模模式灰色角色, 竟然被编剧巧妙改造,成为心胸开阔,善良仁爱的领袖人物。 接下来,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那些曾经被洗白的几位人物吧。 在近些年,随着女性观众的崛起,电视编剧们在刻画女性历史人物时常常以一种娇媚清纯的方式,为她们编织出一个充满情感波澜的故事。 这样的叙事手法,将她们放置在政治的泥沼之中,却在这混乱的世界中保持着独立和善良。 当代这种叙事,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芈月和太平公主。 芈月,以战国时期秦国宣太后为原型,历史上她被描述为一个心狠手辣,善于干预朝政的女性政治家。 她有着两大显著特点,一是贪图权势,二是好色情欲,无论儿子秦昭相亡已长大,她都不愿放手,用亲弟弟未然掌握实际权力,成为后来宫廷政治的主导势力。 然而,她的名声更多地源自于她纵运无度的生活方式。 她在后宫包养了一批英俊美貌的男宠,或者淫乱的生活,甚至计划将这些男人陪葬在自己的墓中。 而令人感到惊奇的是,她与异国君主义渠王展开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情感。 她竟然邀请他入赘宫廷,两人的关系日益深入,甚至生下了两个孩子,她毫不犹豫地将他暗杀,解决了秦国的后顾之忧。 然而,在电视剧《米约传》中,编剧将这位风流多情的女性政治家改头换面,变成了一个纯真少女般的形象。 她情感丰富,感性柔软,对于义渠王的杀害并非出于自身的意愿。 而是为了保卫秦国的安全,甚至在她与男宠的关系上,编剧也将之改编成一段忠贞不渝的感情。 因为男宠与她的初恋情人极其相似,于是编织出了一个执着于情感的女性形象。 这样的叙事变化,使得米约的喜白更加偏重于情感层面。 她的欲望和行为,多半被掩盖在这场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之下。 然而,不管是真实历史还是电视剧的改编,都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。 历史人物的形象和故事,在被改编塑造的过程中,或许已超越了真实。 却也在娱乐的基础上赋予了观众更多的情感共鸣和想象空间。 这样的故事,也正是电视剧创作的魅力所在。 在一幕幕的历史画卷中,全谋交织,欲望蔓延,女性历史人物如太平公主,也因电视剧的笔触被赋予了全新的面貌。 然而,这个改写的故事,似乎更多的倾向于美化和理想化,将一个复杂的现实世界包裹在精心编织的情感中。 大明公祠中的太平公主,成了一位近乎完美的角色,毫无瑕疵,心怀宽广,似乎对权力不感兴趣,她对侄子李隆基的关爱有如母亲般。 而在权力争斗中,她总是退让,不沾染彭党和名利,只为了拯救王朝,用自己的权力。 然而,真实的历史卷轴却揭示了另一番景象,太平公主为了权力,竟愿意杀死亲侄子的罪人。 当李隆基继位成为皇帝后,太平公主联合党羽,试图扰乱她的施政,暗地里阴谋暗害她,甚至在实物中下毒,策划军事政变。 然而,历史的荧幕上,权谋的火花熊熊燃烧。 李隆基却在危急关头抢先一步,阻止了太平公主的阴谋,权力的衡量,令人眼花缭乱,而太平公主却因为权欲蒙蔽了双眼,失去了家人,失去了自己的尊严。 太平公主家中的财产,一袭袭地揭开,如富可敌国的财富堆叠在眼前,奢华的建筑,奢侈的园林,都展示了太平公主生活的奢靡。 这位曾经权谋深重的女性,在权力面前堕落为一个贪婪无度的影子,在历史和电视剧的编织中,太平公主就如一颗泛黄的书页被赋予了无限的幻想和情感。 然而,无论是美化还是扭曲,都只是人类情感的一种表达,而真实的历史,永远无法被完全掩盖,在权谋的迷雾中。 女性历史人物的形象,如同星光般闪烁,散发着复杂而动人的光芒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在岁月的长河中,历史的篇章翻转交错,悄悄地映照出一个个令人注目的女性历史人物。 其中,陆珍的故事如一颗珍珠,闪耀着光芒。 但在现实的历史之海,它或许早已被淹没在无数浪潮之中。 陆珍传奇,在2013年的震撼面世,如同一颗流星划破夜空,将这位坚韧的女子的命运娓娓道来,陆珍,一位命徒多舛的大小姐。 因机缘巧合闯入北齐宫廷,她的美丽、善良和聪慧,使她在宫廷的纷争中脱颖而出。 然而,真实历史的末迹却描绘出另一番真相,陆令轩,她是陆珍原形,同样因家族的罪行而被贬入宫中为奴。 她在宫廷中耕耘,用自己的智慧和聪慧,谋划着一次次的权谋斗争,将自己一步步从卑微之地推向巅峰。 然而,她与高湛之间并没有甜蜜的爱情,相隔33岁的年龄差距,注定了两人之间不会有情感纠葛。 高湛成年时,陆令轩早已步入容嬷嬷的年龄,他们的关系纯粹是母子情。 而非情侣 历史的刻痕中,陆令轩因成为高伟的荣母,获得了宝贵的机会。 她以母子般的情感,却不断在宫廷中策划,挫败政敌,攀升权力的阶梯。 她的智谋和机制,为她赢得了地位。 但她将这些力量用于勾心斗角,为非作歹,异曲歌谣,以百声飞上天,明月照长安为名,成为诬告大将狐狸光谋反的借口。 在权谋的迷雾中,陆令轩的算计,使得北齐政局混乱不堪,将忠良之势推向死地。 她的权谋和报复,造就了北齐的崩溃,自私的欲望,使得她迷失了自我。 为了私欲,她毫不留情地镇压政治对手,甚至是镇国良将。 北齐的军事力量削弱,国家陷入危机,北周趁虚而入,陆令轩最终选择自尽。 然而,她也成为了北齐灭亡的推手。 她的故事,是权谋与私欲的博弈,是一个女性的崛起与堕落,更是历史的一面镜子,反映出人性的复杂与纷繁。 在岁月的长河中,历史的真相如同暗流涌动,有时隐匿在迷雾之中,有时却如闪电划破夜空,显露出令人震撼的一面。 而李鸿章,这位曾经争议不断的历史人物,正是这个历史风云的见证者。 曾经的历史书页上,李鸿章被刻画成一个出卖国家的卖国贼,是国人心中的污点。 然而,在《走向共和》等电视剧的影响下,他的形象却似乎脱胎换骨,焕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芒。 尽管影视剧中对他的贪污行为有所提及,但在整体塑造上,他被呈现成一个忠诚无私,一心报国的形象。 他被视为一个坚定的表胡将,默默地为国家默默地奉献,为清朝摆脱列强的欺凌付出了一生。 电视剧认为,李鸿章全心全意,为大清朝一心扑在国家的兴旺上。 他是一位忠兴的明臣,一个爱国的老臣,尽管面临奸臣翁童和等人的阻挠,以及国家长期积弱难挽回的情势,他努力尽忠,却始终难以扭转局势。 然而,在历史的尽头下,李鸿章的实际形象却于想象中的忠兴明臣。爱国老臣大相径庭。 首先,他过于主张海防,甚至不惜将新疆牺牲,为了维护海防权益,竟不顾新疆的国土完整。 他的错误决策,导致了国家失去了超过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宝贵疆土。 其次,他领导的洋务运动不仅漏洞百出。 而且在效果上也难以令人满意,他亲自监督的江南制造局是一个洋务重点项目,然而实际效果却远远低于预期。 他的建造计划如后唐来扶枪,以及其他项目,多是烂尾工程,质量低劣,成本高昂,造成了巨大的浪费。 然而,真正的问题在于,他在项目中谋取私利,虚报数额以工个人使用。 他的洋务运动失败,不仅让国家付出了沉重代价,更让国家的实力进一步下降,无力与列强对抗。 除此之外,李鸿章还曾在太平天国时期展现出令人胆寒的一面,他的进攻战役。 如在苏州、无锡、长州等地,展现了屠夫般的心肠,无差别的屠杀无辜。 历史的残酷与复杂,使得李鸿章的形象充满了阴暗面。 然而,他的故事也正是历史的一部分,一个充满波折与挑战的故事,一个展示人性复杂性的故事。 在历史的掩盖与揭示中,他成为了时代的见证者,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 影视剧的创作自由,是一种宝贵的创作权利,但也应该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。 历史不是任意涂抹的画布,它承载着人类的记忆与经验,是人类智慧的结晶。 因此,当我们欣赏影视剧的同时,也应保持对历史真相的敏感。 虽然影视剧可能赋予历史人物新的光芒,但绝不能让历史的光辉被歪曲,更不能误导观众对历史的认知。 正如镜子能够映照出真实的自己,影视剧应该映照出真实的历史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